傍晚放学后 小朋友们来到新成立的学堂 首席环境 大家都期待未来 可以在这边快乐成长 这里是外在花莲 除了巴胆部落的猫头鹰学堂 未来将会成为 课后时间的教育基地 陪伴孩子们成长 班子很大 然后空间又很宽 可以快乐只在这边 跟同学一起学习 担任科普老师的阿里表示 本身也是部落长大的孩子 因此特别能够感同身受 偏乡教育资源的不足 其他能够融入 传统精神的教育模式 让孩子们成长多壮 除了就是陪他们写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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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还是希望 教他们一些 他们喜欢的东西 然后变成精 或者是教一些 比如说文化 跟我们布农族的一些 教育的精神 然后我们也希望带到这里 为了让孩子们 有稳定的客户环境 乡长无常出借场地 发挥奉献的精神 目前已经接纳 20多位学童 此外理事长也提到 发掘培训在地的教育人才 扭转弱势家庭儿童的人生 也是他们的核心理念之一 我也曾经在小时候 被长望会照顾过 那我刚刚好有这个机会 可以伸手给对方的时候 就拥抱大家来一起共享 其实这个是我们布农族 最大的一个奉献的精神 无论是在地的 或者是外地近来年轻人 去栽培他们 然后他们愿意加入 然后我们也会去布局说 像是部落里面 我觉得那很快可以打破那个 就是因为可能不同文化背景 产生的问题 中华民国春生教育协会 自2016年成立之后 陆续在花莲副里 浊西以及崇德地区 成立七个公益学堂据点 在南边甚至到池上香 未来猫豚鷹学堂 在餐食人员和课程上 将会和其他小学堂相互支援 丰富偏向孩子们的客户生活 有这新闻杂料被超联作息 采访报道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